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来 那么呢,这次呢,UP主将有几分弄的时间 用四个步骤 简单呢,教大家如何获取这把奇特武器 叫画匣子 这把武器呢,非常有趣 并不是因为它的伤害有多高 而是因为它的天赋很好 而且还有bug可以利用 至于是什么bug呢,先不告诉你们哦 这边呢,是它的三个天赋 那么呢,在开始之前呢 各位先来到这个地下世界来收集四个猎狗的钥匙 如果你已经有的话,就不用来收集了 如果没有的话,就可以来这里收集一下 那么接下来呢,你要做的呢 就只需要开四个箱子就好了 四个箱子分别是银行的设计图 然后还有三个主线的零件 那么呢,还有第四个地方 就是我标记的地方 也可以开出零件的哦 接下来非常简单呢 你只需要任务开故事模式啊 快速的通一遍 就比如说捷菲区贸易中心啊 这个地方有个猎狗的箱子 你开的话,就可以开出一个零件出来 接下来的是华盛顿大饭店的 有两个箱子 你只需要开其中一个就好了 那么呢,第一个箱子是在这一边 一个小房间内 我已经开过了 所以说我这里就不演示如何开箱了 那么呢,第二个是在天台 接下来是联盟体育馆的 当你打完了boss 还有一些杂兵之后来到这一边 有个箱子可以开出零件 接下来是银行总部啊 可以开出设计图的地方 那么呢,在这里有点意思 就是说你打完boss之后呢 你当然了,不是这把钥匙 你拿完这把钥匙之后 往前走 然后再往左拐 还可以再拿一个钥匙 然后拿了这个钥匙之后 我们去开一个秘密的小房间 然后让你们可以开到设计图 好的,就是前面的这个地方了 一个金库的大门 打开大门之后往左拐 然后开个小房间 然后再开个猎狗的箱子 那么呢,拿完这三个零件 还有个设计图 就可以开始制作画瑕疵了 有没有感觉非常简单的 那么接下来呢,是非常激动人性的制作时刻了 最后的最后 我给你们看一下我标记的这个地方 原先是个直线任务 一个警察局来的 然后呢,这个地方也可以开出一个零件出来 假如你联盟体育馆没有开出来 可以来这边开一下 这和联盟体育馆开的东西都是一样的 有一个猎狗的箱子 那么本期视频呢,也将接近尾声了 你们待会跟着我走就对了 就可以看到一个猎狗的箱子 那么喜欢本期视频的话 记得点赞硬币收藏加关注加分享哦 那么呢,也希望大家能在哔哩哔哩 还有youtube的评论区 评论支持一下 那么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感谢观看